男人紧张地打开房门 结果却被一只猫堵住了门口 吓得他赶紧躲避 可这只猫咪并不打算放过他 继续朝着男人疯狂攻击 无奈男人只好逃跑 可面对如此体型的猫咪 人类没有丝毫胜算 然而并不是猫咪变大了 而是男人变小了 这其中缘由还要追溯到六个月前 这天休假的杰森正与女友晒着太阳 炽热的阳光惹得他一阵口渴 贴心的女友立刻去拿冰水 可这时杰森突然发现诡异现象 一团白雾正快速地朝着他一动 没等杰森反应过来 刹内间整个小艇就被雾骑吞没 待到艾莉返回时 白雾早已飘向远方 只在杰森身上留下点点亮光 殊不知离开的艾莉也因此躲过一劫 转眼过去了六个月 当初的经历早被二人抛之脑后 可随着时间的推移 杰森发现身体开始出现了变化 原本合身的衣服却变得松松垮垮 这让杰森怀疑衣服根本不是自己的 可衬衫上明明还印着自己的名字 疑惑得他只好前往体检中心 结果除了体重变轻之外 其他并未发现异常 面对杰森提出的种种质疑 大夫只好依据科学好言相劝 通过大夫苦口婆心的劝说 半信半疑的杰森只好回到家中 然而事情却发展得愈发严重 杰森的体重不仅每天都在下降 甚至发现原本1米85的他 身高居然和爱力不相上下 种种一切让杰森感到十分困惑 为了弄清身体的变化 天一亮他们便来到生物研究所 这次通过对杰森的多项检测 果然发现了一丝端倪 他们在杰森体内发现不该有的放射分子 这也导致他全身的细胞正逆向生长 意味着一切正如杰森猜测那样 他的身体正在变小 这一结果让二人有些不知所措 博士认为杰森定是被一些物质辐射过 爱力想到之前遇到的白物 可如今白物早已无处寻找 无奈二人只好离开研究所 此时杰森更是心事重重 想到今后自己未知的命运 打算让妻子离开自己 可爱力依然不离不弃 决定与杰森一同承担未来 然而只过去短短了一个月 此时杰森的身高已经不足一米 家庭更是没了经济来源 无奈杰森只好接受建议 将自己变小的消息散发了出去 很快杰森成了小镇的名媛 爱力不仅每天都会接到陌生的电话 甚至门口都会被媒体围得水泄不通 虽然生活的窘迫得到改观 然而面对巨人般的爱力 杰森的心理逐渐产生了变化 脾气也愈发变得暴躁 而妻子的体贴让杰森觉得自己更加可怜 然而每次发火过后杰森都会懊悔不已 因为他深知爱力的痛苦并不比他少 直到这天 研究所的电话让杰森重新看到了希望 原来博士找到了解决办法 虽然成功率非常低 但绝望的杰森依然决定冒险一事 经过一周左右的观察 发现杰森的身体真的停止了缩小 但也只是停止了退化 如果想要恢复原来的身高 至少现在的科技还无法达到 希望的破灭 这让杰森越来越厌恶自己 厌恶如今的家庭生活 趁着爱力回房的间隙 杰森决定远离这种生活 可爱小的他却成了人群中的异类 反而导致他的自卑感更加强烈 只能一路逃窜来到了咖啡厅 打算在这度过伤心的夜晚 可这时却遇到同样身高的罗拉 他性格开朗十分自信 二人相谈甚欢 杰森也在罗拉的鼓舞下找回了自信 重新开始了自己的创作 甚至主动将作品与罗拉分享 感谢他乐观的精神帮助了自己 然而当杰森打算请客吃饭时 却意外发现自己竟比罗拉还矮了 意味着药物已经失去了作用 崩溃的他慌忙逃回家中 然而时间仅仅过去了两周 如今杰森的身高已不足30厘米 妻子为了安置丈夫 在家中为他买了一座别墅 以此来预防其他生物的伤害 便晓得丈夫知道他又要出去 只好提醒他锁紧房门 结果艾莉刚要离开 却突然想到忘记了钥匙 正当他返回去拿屎 一只小猫偷偷溜了进来 而这一疏忽让他险些害了杰森 此时的杰森整天郁郁寡欢 无法接受身体变小的事实 此刻还在幻想自己可以变回从前 殊不知一场危机正向他慢慢靠近 此刻花猫完全被小房子吸引 弄出的声响很快引起杰森的警觉 立刻起身来到门口 结果刚一打开房门 吓得杰森赶紧把门关上 呼啸般的叫声吓得杰森向后退去 殊不知花猫早已来到窗口 伸出爪子直接将杰森抓伤 此时花猫不肯就此罢手 奋力地钻进了小房子 无处闪躲的杰森只好逃了出去 利用身体的优势躲在凳子后面 本打算趁其不被绕后逃走 结果猫咪反应灵敏 杰森瞬间就被扑倒在地 好在猫咪并没有急于吃他 而是把他当作老鼠般戏耍 眼看逃脱无望 危机时刻杰森注意到头顶的台灯 趁着猫咪不注意 奋力抓住电线 直接将台灯拽了下来 受到惊吓的花猫疯狂逃窜 而杰森趁机躲进地下室 可眼前的楼梯又成了他的阻碍 无奈杰森只好把门关上 这时花猫顺着气味也找到这里 巨大的爪子直接伸进缝隙 尽管杰森全力顶着房门 可依然弥补不了体型上的差距 这时外出的艾莉回到家中 冰冷的寒风瞬间吹动房门 无法支撑的杰森直接被推了下去 这边艾莉发现家中一片狼藉 同时在地上发现一块带血的布条 而那只花猫正摆出一副吃饱喝足的样子 一切证据表明杰森已经被吃掉了 然而掉下去的杰森并没有死 此时的他正处在破旧的衣物箱中 箱子的四壁犹如天坑般将他困在这里 好在杰森发现一条裂缝 随即搬来一颗螺丝 顺着缺口成功逃出了箱子 一路来到了梯子下方 结果眼前的梯子犹如天坚一般 将他与外部隔绝 无论杰森怎么呼喊 梯子的那头依然没有回应 无奈杰森只能祈祷艾莉能发现自己 而在此之前 杰森需要尽可能地活下去 可空旷的地下室让他的求生之路变得更加困难 好在家中的水管漏水 这些水足够解决他的缺水问题 而远处的火柴和刚好为他提供休息的地方 眼下只有食物问题还无法解决 可找了许久也没有任何发现 鸡肠碌碌的肚子只会让他缩小得更快 这时杰森在远处的补暑家上发现了面包 为了食物杰森只能大胆尝试 结果慌乱中踩到了钉子 好在机关并未触发 小心翼翼的杰森立刻起身 抱着面包大块躲一起来 可一旁的机关时不时地晃动 这让他吃得心惊胆战 这时杰森想到一劳永逸的办法 随即搬来一旁的钉子 奋力地将它扔向了饵料 随着机关的触发 面包却直接弹入了下水道 想不到进嘴的鸭子就这么飞了 这让杰森感到十分懊悔 好在天无绝人之路 很快杰森发现远处还有一块面包 他立即来到木板的下方 正想着如何爬上去时 突然听到一阵奇怪的声音 好奇地抬头看去 发现竟是一只蜘蛛爬了出来 吓得杰森赶紧躲避 如今对他来说 任何生物都有杀掉自己的风险 刚要转身离开 却发现一旁的针线盒 打量着眼前的钢针 杰森顿时想到离开的办法 男人抱起地上的火柴 奋力地朝着地面划去 点燃的火焰成功烧断了毛线 接着男人抽出一根钢针 想要用腿掰断 结果没有任何作用 只好将它插入墙上的空空 用尽全身的力气成功将它掰弯 再把毛线绑在钩子上 就这样简易地攀爬锁钩便做好了 为了能够吃到墙上的食物 杰森扛着铁钩来到木板前 成功将钩子甩到挡板上 就这样一层一层地向上爬去 很快便爬到了木箱顶部 此时的他早已筋疲力尽 然而命运似乎对他开了个玩笑 前方的缝隙犹如深渊般挡在了面前 可为了食物杰森只能铤而走险 先去检查木板粘的是否牢固 接着将工具扔向了对面 结果当他将要走到尽头时 粘合的木板突然松动 下一秒杰森差点掉进万丈深渊 想到掉下去自己将没有任何希望 危机时刻杰森奋力一跃 成功到达了对面 此时胜利就在眼前 接着杰森抓着毛线一路攀爬 很快来到了食物面前 抬头看向上方的蜘蛛网 杰森不顾危险一顿狼吞虎咽 这时远处的亮光引起杰森的注意 求生的本能让他再次爬去 结果发现自己被一张铁网拦住 这时外面飞来一只小鸟 仿佛在嘲笑他一样鸡扎叫个不停 虽然杰森十分生气 可如今的他不得不面对现实 为了做好长期战斗的准备 杰森打算将剩下的食物储存起来 结果却在半路遇到了那只蜘蛛 吓得杰森赶紧逃跑 在蜘蛛到达前成功躲进火柴河 好在蜘蛛徘徊一圈后便离开了 然而乌漏偏逢连夜雨 水箱的漏水量突然加大 睡觉中的杰森猛然惊醒 然而当他前去查看时 下一秒水箱突然爆裂 强大的水流瞬间把杰森冲了出去 好在他及时抓住钉子这才稳住身体 而这边艾莉决定将房子卖掉 正当他来到地下室准备收拾行李时 刚好发现热水器漏水 杰森的哥哥赶紧上前维修 此时水里的杰森大声呼救 可艾莉完全听不到他蚊子般的声音 无奈杰森只好朝着哥哥游去 希望能引起他的注意 结果杰森差点被对方踩死 接着便晕了过去 而哥哥清理掉排水阀的杂物 便带着艾莉离开了地下室 只剩下随时都会被冲走的杰森 不知过了多久 疲惫的杰森醒了过来 四周早已没了艾莉的影子 却多了个八角蜘蛛 这让杰森瞬间清醒 赶紧找个位置躲了起来 此时的他并不是害怕 而是打算杀掉蜘蛛夺取食物 因为艾莉的离开 让他对这个世界没有了任何期待 与其座椅待毙不如主动出击 按照原路爬上木箱 这时地上的剪刀引起杰森的注意 虽然身体变小了 但他依然有着人类的智慧 当下决定借助剪刀布置陷阱 接着来到蜘蛛的下方 用力晃动着猪网 被惹怒的蜘蛛果然追了过来 而杰森找准时机奋力甩出钩子 成功勾到了蜘蛛 眼看蜘蛛越来越近 杰森直接将剪刀推下墙壁 结果绳子却卡在了石缝中 片刻间竟然磨断了 眼看计划失败 杰森只好举起钢针反击 可由于力量悬殊 很快杰森就被蜘蛛抓住 危机时刻杰森找回掉落的钢针 狠狠地将他插入蜘蛛的身体 至此这场人猪之战才得以胜利 然而脱离的杰森没走两步也晕了过去 当他再次醒来 发现自己竟然再次缩小 甚至身体可以轻松穿过铁网 或许用不了多久他将完全消失 抬头看向夜空 这一刻杰森似乎明白了生命的意义 渺小的自己就像世间的一粒尘埃 即使微不足道 但也有存在它的意义